在伊朗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之后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4号就对革命卫队的行动表示了感谢 同时更警告以色列如果敢做出回应 将会遭受到严厉的危机 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 称伊朗对以色列采取的行动 是针对以色列袭击伊朗领事处采取的军事行动 是基于威胁所做出的适当且强有力的回应 这基于联合国宪章 他感谢革命卫队所做出的克制反应 让伊朗人感到自豪和安全 如果再犯错误 一样的回应将更加严厉 当天是有议员高喊 打倒美国 打倒以色列的口号 感谢革命威力的行动 表示自己的高兴之情 富豪卫视 与越职卡乌森各来报道